黑猫的小视频要开始咯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黑猫 欢迎关注我的微博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又到了 登 Kosoko 去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呃 虽说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今天这次的主题呢 是以吃为主 主要是以肉类和水果类为主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去看一下去吧 首先呢 它是四种不一样的肉 第一个呢 这个是挪威产的三文鱼 我买的是 1054克 然后是3800日元 大概是240块人民币 这么大一块 你看我的手在这里 这么大的一块 然后第二样呢 是下面的 这个牛肉 是千叶产的黑毛和牛 四级的 它呢 是744克 然后6000日元左右 360块钱 再来呢 是这个经常买的培根 这个培根呢 808块钱 大概470克 这个培根特别的好吃 是有点淡淡的甜味 很棒 最后一个肉类呢 这个是澳大利亚产的羊肉 打算自己拿来做羊肉串 这个的话是2.4公斤 3000日元 180块人民币 这么大一块 那这些呢 是肉类 接下来呢 是水果 水果的话 首先是旁边 这个柠檬 柠檬的话 今天正好是在打折 价格的话 大家来看图片 就是视频上面的 付的价格 挺便宜的 这么的一道 因为夏天的话 我喝柠檬水 喝的特别多 所以柠檬消耗量很大 再来旁边 这个东西 我能在日本买到 我真的很激动 大家看一下 应该看出来是什么了吧 对 是山竹 山竹可以说 是我自己最喜欢吃的水果之一 但平常日本是买不到的 所以说 这次我就把它也给买了 这个好像 大概1000元左右吧 大家看图 我们再看下一个 今天买的第三样水果呢 是这边的橙子 这些橙子全部都是今天买的 然后 我最近特别喜欢 把橙子给榨成果汁 喝起来酸酸甜甜的 特别的棒 最后一个呢 是新蟹产的西瓜 我也不知道这个西瓜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 看起来挺不错的 日本人因为西瓜卖的爆贵 所以说 看到葛斯托扣的稍微便宜一点 就买了一个 准备尝尝看 不知道它甜不甜 另外在冷冻室里面呢 还买了一袋这样子的 带尾巴的虾 这个虾的话 我在YouTube上面看有人买了 然后就说特别特别的好吃 所以说我也被勾着和勾引着买了一袋 打算尝一下 这个是好冷冻的食品 因为今天主要买的都是吃的东西 所以说这里呢 是唯一的一个日用品 它呢是这么印在马桶上面的一个像清洁剂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平常在家还挺好用的 所以说的话又买了一盒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购入品介绍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点赞或者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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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